由东密日本的密宿 因为阿弥陀佛即是大日如来 日新教大死 阿弥陀密室云 这解释阿弥陀的 一折无量寿 发身如来 居发皆共 不生不灭 世故 大日如来 何明 无量受福 二者无量光 发身如来 妙观察知光 辩照无量众生 无量世界 长痕使利 故大日如来 何明 无量光复 大日 名号不相同 其实是一个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再扩展到全世界 任何一个宗教 他所崇拜的 创世主 都是一个 绝对 没两个 我最近 十年 有缘分 跟世界 故故 不同宗教 接触 我把我的看法 向他们报告 那就是 全世界 大家所尊奉 不同的教徒 真神 只有一个 每一个宗教 那个神 不同的名词 不同的形象 都是一个真神的化身 这个真神 在 佛教里面 不成为神 佛教里面 称为 真如 法心 其他宗教 称他为真神 全是他的化身 所以 世界宗教 是也假了 我们要互相学习 你要不相信 你去研究你的经典 然后研究 世界上 不同宗教经典 你就会发现 真的是一个 我问大家 你们想不相信 真神 有圆满的智慧 相信 真神 有圆满的能力 相信 真神 有圆满的向好 相信 真神能够变化 种种不同的形象 相信 那就对了 真神在 各个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方式 都变化 跟你们 这一个地区的人 相同 你要是接触很多地区 你就感到很多 大家不一样 其实是一个 所以 经典里面的教会 总的目标 总的方向 绝对是相同的 不同地方 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 文化背景 这不一样 是大同小异 于是 我们要彻底了解 四世真相 一定要记住 互相学习 互相尊敬 互相的敬爱 互相关怀 互足 互足 才真正能体现出 神爱世人 在佛法里面讲 范围扩大了 大慈 大悲 神爱 众生 比世人的范围 他的态度了 神的爱心 包括全宇宙 叫大慈 大悲 无条件 为什么 因为 整个宇宙是一体 是真如自信的相分 性相也如 性相不二 所以佛必须有这种认知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